近日来瑞穗香温泉区以及临近万荣香的红叶村 温泉低热开发计划可以说是前仆后继 也引来了地方的忧心和热意 而继红叶村之后 另外八方能源科技业者也筹设瑞翔低热发电厂 虽然在筹设的说明会上 业者强调这是友善的能源开发 不过两村的村民仍然忧心 在地热开发技术并不成熟 以及花莲多台风地震频繁的情况之下 难保地方的生活生产以及生态会受到直接的伤害 对于开发案仍然保留态度 希望能够多加的考虑 业者强调采用ORC双循环形式的地热发电模式 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极小 是对环境最友善积载心的再生能源电厂 不过现场民众却不这么认为 居民对地热发电厂的运作安全质疑 再者地热发电对于在地环境的冲击破坏与影响 会不会连带影响在地灌溉水资源 农作物的生长 农民非常担心 那都封掉嘛 多少会有影响呢 万一你们在这边开那个地热发电厂 我们这个农作物一定会受很大的影响 搞不好就不能吃了 所种出来的 我们也是怕会被征收啊 万一是这样啊 他现在是在这边征收对不对 万一下一次他认为说在这边做 做得很好的话 他又要往下面发展 那就不是对我们的地有汉 我们的地都只有下面而已啊 能源科技业者预计开发面积与位置 与社区聚落相当接近 尤其与公墓就仅一步之遥 村民痛失 开发企业造成在世者的生活冲击就算了 就连先人也不得安息 因此也完全无法接受地热开发 离我们祖先的房子太近了啊 坟墓就在后面而已啊 对不对 万一炒到我们祖先晚上脱墓给我们怎么办 另外也质疑能源科技业者 地热开发技术 公安风险的能力 尤其申请开发是否合法透明 是否涉及部落土地权益等等 将命代表则高度关注 我们身体的危害所有的生活空气跟我们都一起一起呼吸 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点点滴滴吸到毒气 在后面再后悔真的会来不久 所以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做了那么多说明 可是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纸本的资料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就说知道 这是我自己查的 就是我不知道公司提供的资料 是不是足以让我们信赖 虽然整个温泉地热发电厂开发案仍在丑射阶段 不过能源科技业者则先行与在地居民召开说明会 来与地方做沟通说明 设在瑞税区内占地1.9公顷的地热电厂 未来对于在地温泉、水资源以及地景地貌 乃至于空气噪音等环境污染与破坏 地方居民十分忧心 而对于整个开发计划仍保持保留态度 记者是宇兰瑞瑞税采访报道